图辣 拆壳 为何要拆壳呢 除了我拆给你们 觉得你买了一部兽头 都要自己拆壳 拆没و置 拆箱 为何要拆一拆 总之 因为在运送途中不会插胆在这里 会怕会损毁它 虽然你会觉得插得很确实 但是为安全计都是分开的 来到你自己插回它 或者日后你说我部机要搬屋搬大屋的话 你也要把胆拿出来插好它 才好搬部机这样最稳妥 这件事不会说插在这里很稳妥 那另一样很重要的就是 亦都跟安全有关的 运送安全的 大家看到那几支保品级的金黄色电容 下面有一条 运输用的保护箭 你一定要拔走它 其实它都写住了 慢慢拔走它出来 原因是什么呢 这四支保品级的静电容 它只是那两条金属 就这样站在电脑板上 等于浮起了 是可以动的 如果你不拔走它 等于没有浮起 这些声音是不同的 所以你一定要拔走它 让它浮起 这些声音先是正常 先是厂想让你听到的靓声 所以记得要拔走它 到你要搬的时候 都要摔好它 您好 HiFi音响 陈凯川 今次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几个英文字母 就是ABC 不好意思 是ARC字架 ARC代表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资深发烧友的话 相信你一定会知道 ARC就代表了 Audio Research 著名 电堂级的胆肌品牌 但如果你说 不是 我是玩了没多久 你都可能会知道 ARC代表了Audio Research 但是可能你会问 咦 那个C是什么呢 其实Audio Research的全名 整间公司的全名 应该是Audio Research Corporation 加上的简写就是ARC 又或者说ARC这三个字 可以说是见证了 HIGH END音响的发展史 因为他在1970年 在明尼苏达州成立 成立了之后 在到73年 即他成立了之后 的三年之后 他们已经出了 叫做SP3的前级 这个前级很快就得到 当时著名的音响评论人 誉为最佳的前级 你想想 一间只有三岁的公司 就已经可以有这么高的评价 以及说是在73年 接着他出了之后 其实是一路一路 例如他出了他的Reference 系列 可以说是将他的事业 推到最高峰 他的Reference 系列 现在一样不停地发展 Audio Research 前级的名气 其实是一路都没有下跌 除了SP3之外 其实后期还有一些 去到双位数字的一些型号 当故事听或者大家 他可以红到就是 有人说某一个型号 在某一个年期生产中间 某一个机身最好 到某一个机身最好之间 的那一堆机 是最靓声的 但是说出来 那堆机应该全部都已经买出街了 如果你买得到的话 都应该是二手的了 说出来的人 其实都挺聪明的 因为可能他或者他身边的人 都已经持有了一部分 这些二手机 可以为港大的发射友提供 一些好玩的东西 而大家都有得益 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好事 不如这么说 刚才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但是还是想说一句 ARC的前级 是一直都很有名的 说回今次的主角 今次的主角就是 看到这一部 LS28SE 由SE的字 即是代表Special Edition 那为什么会有Special Edition 不如要说回 刚才说了 ARC是1970年成立的 去到2020年 即是他五十周年的时候 为了隆重歧视 五十周年说 甘稀纪念 他出了一本很精装的 Hardcover的书 就是叫做 Making the Music Grow 在这本书里面 他也有提到各样 他的威水史 当然 精美的图片 人物介绍 有机会大家如果买到 我觉得是值得买的 一本制作精美的书 资料也很详准 除了出一本书之外 当然还有其他很实际的动作 要出 就是刚才说的 SE版 Special Edition 同一时间 有Reference系列的 6SE前级 有Reference的3SE 另外就是 LS28的特别版 LS28 SE 其实是前级的入门型号 即使去到SE 特别版 他仍然是入门型号 但作为一部入门型号 尤其是去到特别版 我就觉得更加精彩 你想想 在2016年一阵 他出的LS28 出来之后 已经令到很多人都说 哇! 入门版 好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他出了之后 就拿到那个年度 由这个 TAS The App出生 颁发的金耳朵奖 证明了一件事 真是好事来的 TAS 他出的金耳朵奖 是有参考价值的 到我们可以自己拿到来听 就知道的确是有料到的 那么SE版 和之前的2016年的非SE版 分别在哪里呢? 打一个机箱 就会清楚一切 因为如果你看外表 老实说 真是没有分别的 是要转转背脊 在背板的端子上面 印在一个型号 你才能看到 咦! 在28后面多了SE两个字 如果连这里都没有了 我相信外表会分得出的 不过 深水清或者有看过资料 你在顶部网上 装进去 其实已经可以装到 不过 当然我们会拆开部机来看 拆开部机 一看最吸引的是什么呢? 没错了 就是那四支 说得好越快一点 那四大轮 像金色那样的电容 要搞清楚 那个不是供电部分 供电部分 是另一边 黑色的水塘 围着钢压油 整个供电部分 都在那边 那四个金色的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交连电容 是讯号经过6H30放大后 再交给这些金黄色补品级的交连电容 将讯号里面的直流过滤得干干净净 将纯正的交流信号输出给下一级放大 如果你对胆肌有经验 你应该都会知道 交连电容 有人叫偶合电容 是对声音的影响很大 越漂亮 越匹配的电容 质素越高 所以它一换了这四个电容 真的完全升级了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几个电容在哪里 就是你可以在6SE身上都找到的 reference系列的6SE 即是跟它同期一齐出的一个特别版 为了50周年出的特别版 SE版 它身上都找得到的 另外 另外 升级的内部接线 也是这次SE版 特别版的主菜 据厂方说 那些内部接线的成本 是高了很多的 就是这两样东西 都是直接由reference系列 那边拿下来 等下来 就是这些了 明贵的内部接线 在reference系列里面 先用 现在都等下来 对声音的影响 和教练电容 可以说一样大 这个就是SE版的特别 很现实地说 如果用价钱去衡量 这部 LS28SE的卖价是8万元 6SE的卖价是14万8元 价钱差了很远 但是它就直接将6SE都在用的东西 拿下来 等下来 所以我就觉得整件事 是很大手笔 所以 28SE是超值 听完声音之后 我相信你更加会觉得超值 说到这个胆前石后 在二十多三十年前 已经很流行的 一个很现实的原因 不是为了 咦?不是喔 旁边谁都在玩 所以我也要跟着玩 那种轻法 而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 因为当时 如果你要买一个 很有质素的晶滴管 或者叫原子粒的前级 价钱应该很高 如果相对便宜的那些 胆前级就跑出了 价钱相对没有那么贵 而质素是比晶体管 或者叫石的前级好很多 好听很多 有人说 那质素做得不好吗? 不是 只是说用胆做放大 胆抗音机 它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成熟 而质素要好的话 相信都要一段时间去追 追到今时今日 你当然可以说 这已经追到平手 或者过了 我想个别例子 或者不同牌子 有好又不好 又便宜又贵 现在可以说很公平 胆机和石机 都有它出色之处 有它的好处 但当年胆机是又抵抗 又好声 所以这么多人去玩 这个胆前石后 那些人说 为什么不玩胆前胆后 那当然有人玩的 为什么不玩呢? 那胆前石后 因为胆机 有时他们觉得 这个输出不够 精体管机那么厉害 那么我又想 精体管机那种厉害的输出 但是又想拿回 胆前级那种好处 所以便是胆前石后 一个很实位 也是很现实的玩法 令到这么多人去玩胆前石后 为什么要说回这一件事呢? 其实到今时今日 依然都是这么受追捧的 胆前石后 是一件很好玩 很好听的东西 正如我眼前这部 LS28 SE 亦都一样 如果你拿来玩胆前石后 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除了因为它有它的历史 它的设计之外 另外 升级的元件 刚才说了 那些漂亮的教练电容 漂亮的内部接线 内部接线 所有信号都要经过 一定会影响所有声音 LS28 SE 前级 它的基础 是一个 无整体负回书的 全平行放大电脑 信号先经过4G 以线性内容文名的 6H30 双三极管放大 分相放大 全平行放大电脑 当然有平行输入输出 还要说一件事 就是这部机的大手不知处 就是我相信你用8万元 来买一部前级 无论是晶体管机 或者是胆机 都很少会有4组平行输入 4组 去到这么多 我真的会觉得 它是对自己的平行线路的肯定 告诉大家 最好玩平行 如果你问我个人有平行 尤其是它是一个全平行放大电脑 我一定会玩平行传输平行接驳 我试试的时候 主要是接驳自己同门的 Reference 160S的立体声胆合级 当然是平行接驳 喇叭方面 试过几款 所有东西都是跟口味 口味先 就算我是司机 我是一个评论人 我都会有自己的口味 所以我会告诉你 配三款喇叭之中 我自己最喜欢配MenaPen MG 3.7i 尤其是播大型交响曲 那个场面深度 每件乐器的结像器团 和他们乐器与乐器之间的距离 那种实感 我觉得是非常精彩 是要全套胆机这样播放 才能听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但是如果说播Jazz 播Jazz 播Jazz 又是另一件事 播一个现场的Jazz 那时我又觉得 不是 我换回Focal Scarlet Utopia EVO 那个效果 是最个人 最入心 不过 要指明一件事 要把160S前级的放大模式 转成高输出的Ultralinear 在这个情况下 无论的着视股 它的人声 各样东西都会觉得更加倒肉 这件事又很公平地说 如果播这个现场的着视股 那种即兴感觉 我又觉得 配合这个Scarlet Utopia EVO 效果是比我 用MG3.7i 过瘾很多 热血很多 整件事 或者要热情很多 再跟着 如果我将它拨打DNW 最新的 800系列的802D4 效果 我又听到 咦?它可以配合到 802D4那种分辨能力之外 对不同音乐 或者不同配搭 那些线材的分辨能力之外 我又听到 有血有肉的声音 所以这一套前后级 或者这一部前级 是非常之百搭的 我觉得真的可以看着 不同人的口味 去配搭 去对号入座 在我评论这部机的时候 我听完 看完整部机之后 所有的大标题是 更大手笔 又夸张得多 我说的就是它的用料 相对于同门来说 它有些不计成本的用好料 最重要就是它的表现 如果你聆听的环境 不像我们 这家超过400尺的大房 那么大 其实你未必需要配合 这一部后级 因为地方大 你就要用高输出的后级 如果你说 我的地方不是那么大 但我又觉得 LS28SE正 想玩它 前级无所谓 你的地方大一点小一点 你都可以有弹性去玩 除了它同门的 Reference 80S 或者是 VT80SE后级 你可以想一下 这两部便宜一些 低处出一些 之外 可以在小地方玩之外 其实也都可以 玩我刚才不断提及的 胆前石后 就是我们用它 来配一部Solution 的平价 原子粒后级 出来的效果 我们都觉得是非常之好 所以只要你觉得 这部机正 而又负担得起 其实你玩后级的弹性 是很大的 值得大家投资的一部机 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钱真的不是很贵 那就是 一会儿 的 我 我 对